大家好,我是妮莫 下一载 我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去法国念书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做关于我自己的品牌 跟过我自己的生活 可以看到我就是一个拿着相机到处乱走的人 因为我觉得运气很好是我的家人很鼓励我出国 所以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让我最感动的话 他叫我暑假的时候不要回台湾 他说回台湾的钱不如拿去多旅行几个国家 那会比你回台湾吃吃喝喝还要有意义很多 所以我就是 重点就是我都会穿花裙子 然后到处去旅行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旅行 所以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那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想说很珍贵 珍惜自己生命中的东西 那当他今天拿出来卖给你的时候 他也很希望是卖给一个也会珍惜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珍惜的感觉 我觉得台湾其实因为我们历史的关系 是我们很不懂得要保留旧的东西 所以一些好的东西都慢慢的消失了 是我觉得跟欧洲差异最大的 然后就是很漂亮的风景啊 所以你就觉得心情很好 每天都会想要上街走一走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灵感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你就会觉得在那个地方是很值得 再来就另外一段影响我很深的地方 就是那时候因为去帮蓝玉的朋友装华民宿 所以二手家具 然后卖了以后他会捐给天乡的小孩子 上学念书用的 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干了一个蓝玉的展览 再来就是摆摊的生活 就是我开始做自己的创作以后 就会去到处摆摊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我这么讨厌就是接触人的人 可是我又很想知道大家对我东西的观感 就觉得 所以就是突破了新房去摆摊以后 其实还蛮有趣 就是你遇到的人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的课程是大叔课程 就是超多那种50岁的大叔在买我东西 我之前还有去卖那个徽章啊 然后是一个陆克的阿伯哦 他就边抽烟边挑徽章 然后以后就拿那个很可爱的袋子 边抽烟边怎么样 就是那一类的 就是你很印象不到 其实喜欢你东西的人是那个方向的 然后我摆摊也是以有趣为原则 所以我还会去澳门摆摊啊 然后还会去厦门摆摊啊 或者是去山上摆摊之类的 差不多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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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